现在我先由第四章到第五章 我们看看再有一个叫做瞬间移动的话 它会怎么做 它好像移动力一样 慢慢的从上面有大变成小 现在叫做瞬间移动 你就可以加一个我们叫做过场效果给它 所以在这部分呢 就是你可以有第二章第四章的slide到第五章的slide 你就可以加一个过场效果 就用这些瞬间移动 但是它最重点就是两个图都要一模一样 就是你会看到老张都会有一个iPhone Pen的图在上面 只要说你可以改变它的位置跟代价都是可以 不一定是一模一样大 比如说我第一章我也可以改变它的代价 我们第一章我是放在中间 当我现在改过之后 你可以看一下它有什么不一样 它慢慢变成也是可以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手感一下它不同的一些代价 好了 当然了 当然了 时间我们不会太多了 我们这最后一个部分是什么了 我们这张这个题目 已经在 什么东西我们这做可做 有没有听过在我们产品上面 有东西这做可做 就是在这个地方 看到吗 在这工作内的部分有一个可做的工具 只是它是给你做一个分享的一个工具 简单来说 我现在可以做好 我现在就记录了 我要跟我的朋友 或是我的童人去做一个分享 其实当然你可以用AirDrop 你可以用Mail 可以用Message 发给它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可做 改做的方式是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以前你们跟几个人一起去做 共同去做个计划案 是不是你做好之后 你要用电脑发给它 然后它要重新再发给你 发来发去 发了很多次 里面的版本你都不知道哪一个是最新的 因为你们改来改去 现在你就可以用可做的方式去做 其实可做的方式就是用iCloud 去帮你做这个东西 就是你在你的东西 放到iCloud Drive上面 你们去修改的 都是同一个iCloud Drive的档案 所以你们就不用发来发去 因为你们改的都是同一个 都是同一个地方 所以你们就可以用可做的方式 首先做什么 邀请它去做这个可做 你要问它拿什么东西了 你要问他拿的Email 或是他的Apple ID 或是M1号码都可以 你就用你喜欢的方法邀请它 例如说我现在要用Email的方法邀请它的话 我就共享 然后你代言呢 就要打他的Email在上面 然后他就会收到一个叫做Plog的一个档案 当他打开的时间 十字节的档案就是在iCloud Drive上面 所以你们收稿都是同一个档案的 OK吗 好了 最后的单元呢 我们就不再看一下 这个 这个 这个打过了 好了 我们在这个最后呢 分散好的做比较了 单元呢 我们就会开始去检视这个东西 但是检视这个东西的之间呢 我会先做好我们的iPad的一个部分 要再检视过了 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用一点时间呢 看看我们另外一个场面 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iPad的部分 OK 我们就看看我们的 持续打开 首先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Kilo 好了 打开Kilo就要让统一按了 你可以做什么 按白颜事件叫好 先选着你要的主题 反应我同一按先选有话 同一按的 打开你的Kilo 什么 Kilo 你有没有杀战过来 首先你Kilo 可能你没有杀战也没有了 只是Kilo呢 在iPad、iPhone上面呢 如果你说啊 我的产品是刚刚 今年才买的话 或者去年才买的话 其实你都可以杀战过来 因为它是一个免费的APP 所以如果你说啊 我还没杀战的话 你要到哪边杀战 当然这是在App Store里面 这样 你要是杀战过来的 它不是原先跟给你的 你要是杀战过来 你杀战的时间 大概就打它的名字 直接手传 手传你的Kilo 打Kilo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它了 你直接点手传 现在支持着Kilo 你记住我打就可以了 直接打Kilo就可以了 现在手传这个Kilo 手传这 你就会看到最上面 第一个蓝颜色的部分 就是Kilo 是啦 然后你就杀战过来 然后你就可以用 OK吗 这应该很简单 因为你应该有用过杀战东西了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先不说了 好了 我们回到我们的产品上面的Kilo 先选择一个我要的主题 用一个主题 会用 机械的一个 好了 这些部分呢 跟电脑当然不一样 因为只是iPad iPhone 它的屏幕 可是它的功能 它跟电脑的表面 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它会比较简单 所以你会看到它 没有一个空着列在上面 你看它最上面没有空着列的 它的东西放到来一边 全都是在旁边 没有看到我们电池的部分 现在是不是89个巴仙的一个部分 看到吗 底下是不是有四个不同的按键 一个是一个播放的按键 有一个格式的按键 有个账号 有三个原点 所有的选择 你就先杀战过来 你先听我说 没关系 你在这些时间呢 你就可以选择了 按我所有的先天 都是在解释的部分去选 所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例如说 我现在要修改里面的内容 要怎么做 当然跟它的指示去做了 点两次 我再点它两次 是不是现在在底上 会出现一个键盘 给你去打东西 例如说 同一样了 欢迎你们来到这个地方 欢迎你们来到这个地方 当然了今天的主题 当然就是记录了 好了 当你做了第一站之后 现在这个键盘就好 同一样你可以做什么东西 你可以加一些我们不同的动画效果给它吗 但是在这些时间呢 用法源全部不一样 怎么做 我要给它一个动画效果的话 我要先点这些部分 例如说 我这个要动画效果 点它一下 点它一下 之后上面都会出现 不同的选择给你用 例如说 我要叫动画效果 我会选什么 最后面 你们看到一个动画效果 我就点 点了之后 它就会出现两个账号 这两个账号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说 诶 它进来的时间 这个动画效果 你要什么 我就点这个账号 同一样跟电脑一样 选择一个 你尺寡的一个动画效果 例如说 我这一次在录用达自己的 我用火焰 所以呢 这样你可以播放来看一下 看看这个火焰的一个效果 你尺寡 同一样底下的也可以去改 然后我可以做什么 再一个动画效果给它 然后我可以做什么 再一个动画效果给它 好了 所以我这 从一样你可以播放看看 好了 当你做好第一张尺寡之后 有没有看到 当你唯一一个 在了动画效果的部分 它上面会有一个王爷是爷 你要告诉你 你现在总共有多少个动画效果 你看到一跟二 就是你整个slide里面 有两个动画效果照在里面 好了 当你现在要转到第二张 万动画面的时间 我要按账号 这些账号会转到底下 我是点底下这个账号 我们看到这账号 点一下 点一下 点一下单元 同一样 它会根据你刚刚选的主题 给你不同的一些排版 例如说 啊我只好尴尬的一样 我要一个是切的 我就点 好 在这些时间呢 当然啊 我同一样 底下的地方 我就收稿一下 好吧 不要底下也是一样 我就先点 我现在呢 刚刚是不是在电脑上面 我可以加一个破场效果给它吗 这是有第二张到第三张的时间 我刚是不是示范一个这么瞬间移动的东西 如果我在iPad上面要怎么做 好了 同一样 我现在要 当它加一个动画效果的话呢 我首先要圆琴下面的部分 我现在要点什么呢 我直接点二 这是第二张这个 第二张这个 第二张这个 然后底下 现在是不是出现 旁边有六个选择 六个选择 旁边你会看到一个这个破场效果 点这个破场效果 点这个破场效果 点了照啦 当然了 你这是选择什么了 瞬间移动 在这些时间呢 那iPad会更简单 你不用自己去复制多一个观光点出来 你直接点四 它就会自动帮你加一张锅 在这个地方 它会更简单 比较难更简单 你现在就可以帮它做什么 单元就是 这个地方 我就先收感一下它的代色 好吧 同一样 第三张的部分 我又收感一下它的代色 这些文字单元我就不要了 又为什么了 这些文字我就可以上吊 再做其他的文字 好了 现在我就先做好这些部分 OK 好了 我们看看现在做的瞬间移动之后 会怎么做呢 它就会移动过来 以外就选择东西 只是它做的东西呢 跟电脑上面可以一模一样 当然它用的方法 你看到它的 我们这个interface不一样 为什么呢 它很多东西是直接点它 它就会跳出来给你说 OK 好了 最后了 我们要在这个iPad上面 收盖它的图 怎么做呢 例如说 我先声称一张 就是这个 后面是不是全黑的 我现在要变做另外一个颜色 可不可以 我要做什么 就是要让它变做透明 我们现在要变透明的话 首先完成了 我们先点这张图 点了这张图 之后呢 我现在要变透明的话 下面是不是有 一个时间的部分 底下也没有四个按键 没错 我们点第二个按键 这是一个有数的按键 看这个部分吗 我先点这个部分 好了 点了这部分之后 我们要选什么呢 选它影像的部分 现在我们会看到alpha了 我们点alpha 现在更简单 直接用你的手 去收盖 你不要的颜色部分 变它透明 这是黑颜色部分 我不要 直接用一只手指去点 好了 点的时间呢 欸 退员之间你发现 点的太多了 当然我可以做什么 底下的重置呢 我就点 全身再来 慢慢去啦 这一部分 要跟它的切轮 是一样 都是黑的 好了 退员之间的发现 做错了 但是我是要重置 是不是用重头在做 是不是啊 如果我现在用重置 它会重头在做 所以你在iPad跟iPhone上面 有个很好的工具 是什么 我们试试看 游一上你的iPad 比方你可以做 往远 你可以上一步 我觉得不好 我还可以再游 再往远 我会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这就是你们的iPad跟iPhone上面 一个很好用的工具 以后它一上 它就会跳出上一步给你用 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再做 啊 我觉得这个部分做到不好 我就再来 这个部分也不漂亮 有人在意了 改到你觉得最好为止 当然啊 我现在就不发时间 慢慢做这个部分 我就先有人做 好了 在这些时间 当然啊 你要另外一张图 让它革命过来 我要怎么做 我当然都是到Sappare里里面 拿过来的 在Sappare里 其实在iPad上面 也不用做 啊我现在要 先跳到Sappare里的屏幕的工作 但是你的本格屏幕 又怎么跑出来了 我们要用一只手指 有最底下往上拉 拉的时间 你就会看到你的Dock iPad上面都有Dock的 这个部分就有Dock 你就会看到你自己的Sappare 在这些时间跳出来 你要做什么呢 用一只手指 将它拉到你的iPad的旁边 拉到旁边之后 你就会看到你的Sappare里 不要答应做什么 你可以将它拉大一点点 跟电脑一样 你可以调节 你自己Sappare里的带上 你要做什么呢 当然去找一些 你要的旁边 例如我 现在要找一个 好了 先等 现在要搞了 不要天空了 不要一个处地 可以 我先找一下图 可能是 iPad上面呢 它不可以直接拉过去 所以要怎么做 iPad让我们要先组权 比如说我只关这个 我要点 要点的时间要什么 打开它 打开这个地上 我吃饭这家处地的洞色 我再要安安正它 看看 看看会不会被储存 看看会不会被储存 这边储存不懂 没关系算 对 有 底下直接有个储存 不是有主 是 可能可以 看一下 Cec生 除处 不打 我找另外一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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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现在在去尋找我现在这台电脑 你现在要等他一等 我看一下他们的WiFi是不是同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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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试用另外一个iPhone的链套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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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为什么游戏会公布导的 只是我们现在都是用同一个 这个Apple Store的一个网路 但是你都知道 其实大概几百台的机器都是用同一个 所以这时间呢 这会太多东西得到一池人 他们会用呼导 所以有些时间 比如你说我要做这个事情 最好是什么 这个网路是你的自身宣用 这可以比较好 但是有些都是用同一个网路的 有些时间就是比较难去做这个事情 试试看再联一次 可能这次释放布导给你们看 因为他的网路他都很弱 所以因为你说他我的网路上面呢 如果他原本是有的话 你可以利用你的iPad 去控制你的电脑 这里来说你们 如果等一下还有时间的话 我会试试最后用另外一个网路 示范给你们看 但是这不可以在 平坡上面装 为什么呢 我一定要用Apple Store的网路 才可以显示到这个video网上面给你们看 所以今天来说 这先不好意思 这个我们在这个地方显示不到 OK吗 OK的话 我们今天的内容呢 一个给你们出问问题的一个平台 例如说 我现在正是有些问题上次了 但是可能在我们展座里面 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问得到的话 没关系的 其实我们每一天呢 你会看到我们试试里面呢 有份难种 第一种是什么 第一种就是好像我们现在的一些掌握 是一个小时的嘛 另外呢 例如说 我可以看到我们四点钟到五点三十分 只是有一个叫做影片之外的东西 在这个工作坊 工作坊的时间呢 会多一点 有90分钟 这90分钟呢 你就可以利用你们的时间 这个时间呢 去问一些关于这个主题的问题 例如说 我现在是在这个影片之外 你就可以有90分钟 但是不是一对一的 是一个分对八个 这会可以问一些关于影片的问题 但是把过来呢 我想知道多一点 关于刚刚的Keybook的问题 其实在八点钟的时间 我们有一个各类型的一个字号啊 也可以在这时间去问一些关于Keybook 或者你们的一些pages的 任何的一些问题 也是可以 只要你们问的 都是关于是Apple的一些产品的 都可以在这个计划里面去问 OK吗 OK OK的话 就谢谢大家 今天的内容过来了 我们下次见了 谢谢